1945年1月30,77年前的晶铁,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事即将结束,波罗的海异常寒冷,波涛汹涌的海面还飘着一层浮冰,当天气温已经低于零下十度,一艘搭载着一万多人的巨轮正行驶在海面上,船上有平民,有士兵,有老弱妇孺,也有医护人员,他们正拥挤在一起,听着电台中希特勒执政12周年慷慨激扬的演讲, 突然,船体震动,爆炸成四起,伴随着呼救神和尖叫神,船沉入了44米深的海底,9000多人被冰冷的海水吞噬,遇难人数至少是泰坦尼克号遇难人数的5倍,成为历史上遇难人数最多的海难。 大家好,今天是奇幻观察室,我是成风,威廉·古斯·托洛夫号是当时纳粹德国的一艘游轮,为了方便叙述,我们就简称它为威廉号,本来这艘船是要以阿道夫·希特勒的名字来命名的,可是在下水的前一年,作为希特勒的亲密战友之一,纳粹党瑞士分部头目,威廉·古斯·托洛夫被一名犹太学生给暗杀了, 为了纪念这位战友,希特勒便将这艘游轮用他朋友的名字来命名,威廉号有25484吨,船身长208.5米,宽23.59米,高56米,最高时速达16节,有489间客舱,可容纳1456名乘客,船上设施齐全,装修豪华,可称得上是二战时期最豪华的游轮了。 1938年3月16日,威廉号在北海完成海事后,移交给了一个叫《力量来自欢乐》的组织,该组织是一个有国家做靠山,专门为工人提供文娱康乐活动的工会组织。 所以,威廉号被纳粹德国当作改善阶级矛盾的公关工具使用,经常搭载德国的官员和工人到处旅行,让普通的工人们也能享受只有富人们才能参加的旅行、巡游和音乐会等活动。 1939年9月1日,纳粹德国入侵波兰,拉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帷幕。 德国开始正用非军用船只用于战争,威廉号被用作运兵船,和其他舰艇一起把秃鹰军团从西班牙带回国。 秃鹰军团是希特勒秘密组织的一个由陆军和空军组成的军团,该军团参加了西班牙内战中所有大的战役。 其中干得最令人不齿的一件事是,狂轰乱炸西班牙中北部的一座城镇格尔尼卡,让一整座城市化为废墟,致使无数平民丧生。 毕加索还此事创作了一幅名画,格尔尼卡。 几个月之后,威廉号就被涂成了白色香绿色条纹,当作医疗船使用。 1940年,随着波兰西边领土被德军攻占,德国和海外飞地东普鲁士连接了起来,波罗的海南岸被控制了。 威廉号又被涂成了标准的海军灰,停在了东普鲁士的哥德哈芬港,给第二潜艇训练师的约1000名U型潜艇宣员当军营船使用。 U型潜艇在二战时期特指德国海军使用的潜艇,德国一仗先进的U型潜艇和海军元帅凯尔·丁尼茨提出的群狼战术,在战争期间击毁了大量盟军商队和护航船只,几乎切断了盟军在海上的运输线。 1942年,纳粹德国版的泰坦尼克号在该马图取景拍摄,威廉号上的部分潜艇船员还充当了一把临时演员。 1945年,在海港停了四年的威廉号,终于被再次为重任,可以扬帆齐航。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年,纳粹德国被反法西斯同盟国穷追猛打,在东方战线上,德国已经被赶出了苏联的国土。 主要战场转移到了东普鲁士、波兰、捷克和匈牙利境内。 西线上,英美联军又在苏联的施压下,把德军打出了法国。 整个战线逐渐往德国本土推进。 1945年1月23日,东方战线逼近东普鲁士边境。 大势已去的纳粹德国,依旧咬牙硬扛,死不撤离。 随着战事的吃紧,东普鲁士和德国本土之间的陆上联系已经被苏军切断。 东普鲁士面临被一国端的局面,此地已不宜久留,撤离行动迫在未解。 这时,德国海军元帅卡尔·邓尼茨下达命令,实施代行为汉尼巴的撤离计划, 将库尔兰、波兰走廊和东普鲁士地区的德国军队和平民安排到占领的港口格丁尼亚坐船, 撤到德国的西部和仍在占领下的丹麦,以海军护航的方式走波罗的海这条水路。 二战初起,纳粹德国把苏联打得属实惨,而且在占领区干了很多丧心病狂的事。 所以有很强报复心理的苏军一路反攻过来之后,他们的战斗力和破坏力都非常惊人, 以至于让德国民众谈苏色别。 生活在东普鲁士的德国民众,直到苏军快打到家门口了,战线失守是早晚的事。 无数恐慌民众连夜带着家当和一家老小往西部逃亡。 后来路上撤离道路被苏军切断,水路成了他们唯一的选择。 当他们听说港口格丁尼亚有船,可以带他们离开即将被森林涂炭的家园。 于是,无数逃难的民众涌向了港口格丁尼亚。 因而,这次撤退行动的人数远远超过预期。 据统计,为期15周的海上撤退汉尼巴行动, 大约将80到90万的难民和35万士兵从德国东部运送到了德国西部和丹麦。 这是什么概念呢? 要知道,有着英法联军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军事撤退行动, 敦克尔克大撤退是近40万人。 汉尼巴行动中的人数是他的好几倍。 为了尽快把人运走,德军调集了所有能用的船只进行撤离。 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停在港口4年的威廉号被围以众人。 他这次的任务是扮演诺亚方舟的角色, 从格丁尼亚运送一批士兵、纳粹军官以及一些伤员撤离, 然后再顺便捎带一些难民。 计划航线是从波罗的海到达德国的基尔岗。 然而令人想不到的是,这却成了他最后一次航行。 1945年1月30日12点半,随着登船桥的关闭, 一再推迟起航时间的威廉号拉响了汽笛, 缓缓驶出了码头。 和他一起出发的还有一艘满载难民的汉萨号邮轮, 和脸艘护航的鱼雷艇。 威廉号本来设计是可搭载1456人, 可出发时光登记再测的就有6050人。 这还不包括拼死拼活起上船的几千名难民。 原本只要是上船的人都需要登记, 可是逃难的人实在太多, 导致现场秩序一片混乱, 很多没有登记的人也上了船。 据事后研究表明, 船上大部分乘客为老弱妇虏, 船在出发时共搭载了10582人, 其中包括船员173人, 第二潜艇训练师的士官及士兵918人, 女性海军医护人员373人, 受重伤的士兵162人, 官员及其家属和难民一起有8956人。 这个数字可远远超过了他设计时的人数7倍之多。 可想而知, 当时这艘船上是有多么的拥挤, 为了腾出空间能多带些人, 船上几乎所有的公共空间都被利用了起来, 为此还舍去了一些救生设备。 数以千计的乘客在上船之后, 都在挤在一个容下自己和家人的空间。 本来有很多乘客都是穿了救生衣才上船的, 但是在人满为患的甲板上, 空气不流通, 周边环境有异常的燥热和潮湿, 一些乘客在安顿下来之后便脱下了身上的救生衣。 乌漏偏逢连夜雨, 船池又遇打头风, 结伴而行的四艘船刚航行没多久, 在满难民的汉萨号邮轮, 黑艘游离艇相继发生了机械故障, 无法继续航行。 因此, 只剩下威廉号、 黑艘护航的洛维号游离艇了。 面对一对一服的尴尬局面, 只要小心一点, 安全到达目的地, 问题也不大。 因为二战初起, 德国海军整体上虽不算最强, 但战果颇多, 仅仅将波罗的海南部 大部分的制海权握在手里。 然而到了战争后期, 随着盟军开发了多种反潜武器, 比如先进的声纳、 雷达和深水炸弹, 德国海军在波罗的海的制海权 受到了严重威胁。 英国、苏联两国海军的潜艇和舰艇 一直在四周伺机而动。 但威廉号目前走的这片海域制海权, 理论上还是在德国海军的控制范围内, 所以相对来说是比较安全的。 威廉号在钢筋里队友调队后, 船长们就因为航行路线和安全措施方面的问题 真的是面红耳赤。 威廉号上总共有四位船长, 威廉号本身的船长、 两位商船的船长和驻扎在船上的 U型潜艇船长。 两位民航船长人为言轻的, 我就不赘述了。 主要的政治点出现在两位重量级别的船长身上。 首先, 威廉号本身的船长, 弗里·德里西·彼得森, 他认为该船在一年前的一次空袭中轻微受损, 虽然已经维修过了, 但考虑到这艘船已经停航四年, 为确保船身安全, 节约燃料和时间。 他主张让船航行在已经被清除水利的深水区, 保持12节的速度, 尽量走直线。 而另一位U型潜艇的船长, 他是第二潜艇训练师的指挥官和军事运输负责人, 威廉·扎恩。 他认为, 船上有近千名受训过的U型潜艇军官和士兵, 和300多名海军医护人员, 所以威廉号应当按照标准的海军战争程序航行, 靠近海岸的潜水区, 不开灯光航行, 航速保持在15节, 然后再走Z字形路线, 这样可以避开敌军的潜艇攻击。 几番争执下来, 船长彼得森坚持要走深水区, 潜艇指挥官扎恩和随行的几位军官商量了一下, 认为这片海域目前还在控制范围内, 也算安全, 如果有什么风吹草动, 海军司令部也会提前通知他们, 所以他也就没有再继续坚持走潜水区了。 然而此时, 一艘由苏联、亚历山大、 马里、内斯科上位指挥的一艘黑色涂装的苏军S-13潜艇, 正在一层一层的突破德国海军的封锁线, 偷偷溜进了德国海军控制的弹泽湾一带。 说来也巧, 这个亚历山大艇长在不久前, 擅自带着船员上岸喝花酒, 围背了军纪, 被送上了军事法庭审判, 后来他获得了将功赎罪的机会, 所以急需带着手下这帮潜艇兄弟们, 干票大的来补过。 他在没有通知中央指挥部的情况下, 擅自摸进了德军控制的区域, 寻找用来补过的猎物。 晚上六点之后, 威廉号船长彼得森收到了一则神秘的无线舰消息, 得知德国的扫雷舰队正在附近工作, 为了避免在七颗的海上和他们撞上, 船长彼得森就下令将船的导航灯打开, 也正是这个决定, 让威廉号在不久后沉没在了冰冷的波罗地海, 因为此时的威廉号在黑夜中异常显眼。 苏军S-13潜艇正在为找不到猎物而发愁时, 前方就驶来了一艘开着耀眼导航灯的巨型船只威廉号。 苏军起初还以为这是德军设下的圈套, 在扫描了周围的海域并跟踪了一段时间之后, 发现这艘海军会的巨型船只只有一艘鱼里艇护航。 为了保证一击击中, 苏军便一直远远地跟在这两艘船的右衔, 默默航行了两个小时之后, 苏军有了一个意外的发现, 不管他们和船只离得是近还是远, 这两艘船都毫无反应。 于是艇长压力山大就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指挥潜艇浮出水面, 快速绕过这两艘船的船尾, 直接跑到巨型船只的左衔位置, 抢占有力的攻击位置。 这样的话, 即使被护航的余力艇发现了, 他们中间还间隔着这艘巨型船只, 也可以为他们的逃跑争取有力时间。 此时, 威廉号离海岸有30公里, 距离护航的余力艇有2公里。 随着潜艇指挥舱里不断发出指令, 潜艇已经做好了锁定目标和随时攻击的准备, 而海面上行驶的两艘船 还没有发现危险的临近。 事后调查才发现, 原来是因为当时天气过于寒冷, 呼一见洛维号游离艇上的潜艇感应器 被冻主失灵了。 两艘船都是靠人在瞭望台上来观察周围海域, 所以很难发现潜伏在黑夜里的潜艇。 随着艇长亚历山大一声令下, 四枚写着俄国标语的鱼雷一应声而出, 在水下急速扑向了威廉号。 此时是晚上9点16分, 威廉号上的人刚听完电台播放的阿道夫·希特勒 执政12周年慷慨激昂的演讲, 奔波一天的人们也好不容易安静下来, 突如而来的一声巨响打破了这片海域的宁静。 随之而来的是威廉号上的各种警报神, 人们声嘶力竭的尖叫神和四处慌乱逃窜的脚步神。 苏军发声的一号鱼雷上写着, 为了祖国击中了威廉号的船头, 导致水密门封闭了船员睡觉的地方, 很多不值班的船员直接被淹死了。 第三号鱼雷上写着, 为了苏联人民, 他涉中了船船中间的游泳池位置, 这里正好是女性海军医护人员休息的地方, 当时为了节约空间可以搭载更多的人, 直接把泳池的水排干了。 给373名女兵使用, 经过这致命的一击, 很多女兵都是当场死亡, 冰冷的海水通过巨大的窟窿猛地灌了进来, 最后只有三名女兵逃了出来。 四号鱼雷上写着, 为了列宁格勒, 他直接命中了船上的发动机式, 导致威廉号的动力和通讯瞬间丧失。 所以威廉号只能通过应急装置 发现了一个传说范围只有脸切密的SOS救救讯号, 而二号鱼雷上写着, 为了斯达林, 他被卡在了发射管里, 没有发射成功。 袭击发生后, 大量海水迅速涌进了威廉号的船体内, 此时苏军潜艇一看击中的目标, 也没敢在现场多停留, 加大马力逃离了现场。 二十分钟后, 威廉号突然向左严重倾斜, 导致很多逃出来站在船体左边甲板上的乘客直接被甩进了海里。 同时, 左侧悬挂在船舰外侧的救生艇, 因为倾斜角度太大, 已经无法使用。 人群不断涌向翘起的右边甲板, 很多人在从船舱逃到甲板的途中, 被推倒在拥挤的楼梯间, 再也没有爬起来。 更多人是还没有来得及逃, 就已经被涌入的海水淹死。 而逃到甲板上的人, 又为了抢夺救生艇和救生艺, 开始了互相残杀。 有被推到大海里的, 有被枪支棍棒打死的。 由于很多受过训练懂航的船员, 在一开始就被扼杀在了船舱里, 所以很多坐上救生艇的乘客, 也面临一个问题。 厚厚的兵把救生艇牢牢地动在吊杆上, 惊慌失措又毫无经验的他们, 根本就无法正确快速地将救生艇放到大海。 再加上船体倾斜脱落、 抄载和错误操作等各种原因, 导致很多救生艇损坏无法使用。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威廉号逐渐沉默了。 一些掉入海里的人, 试图登上准备滑足的救生艇, 和救生阀, 但他们都被无情地推开了。 而船上剩余的一些人中, 有的人赶紧把救生艇脱下来给孩子们穿上, 也有一些人绝望地直接跳入了大海。 威廉号在被鱼雷击中的50分钟后, 就完全被冰冷的海水吞没了, 沉入44米深的波罗的海海底。 往年这个季节, 波罗的海海的海水水温通常是在4度左右, 但是这一天特别反常, 风特别大, 气温也格外地低, 当天的温度是零下18摄氏度到零下10摄氏度, 随航行的路线上, 不仅波涛汹涌, 还漂浮着一层浮冰。 随着游轮的沉没, 海上依旧漂浮着无数正在拼命求生的人, 但很快, 他们就被活活冻死了。 护航的洛维号渔雷艇在接到SOS求救信号后, 第一时间就赶到了事发海域开始救援。 同时, 闻讯赶来的还有另一艘执行护航任务的渔雷艇, 三艘扫雷舰艇和四艘小型船只。 救援的船只都不敢在现场停留太久, 因为他们都担心敌军潜艇还在附近, 所以在匆匆救了一些人之后就赶紧撤退了。 他们一共从救生艇和海上打捞上来了1,252名幸存者, 这也就意味着有9000多人葬身大海。 最后一个被救起的幸存者是一位小婴儿, 他是在事发7个小时后才被赶来的船只发泄, 当时他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一艘救生艇上, 被一张羊毛毯子紧紧包裹着。 整个救援过程中, 其实只有起初几艘船在到达现场时救下了不少幸存者, 之后赶来的救援船都只是在打捞遇难者的遗体。 在现场救援人员看到了不少儿童, 因为穿上了不合适的成人救生衣, 头上脚下飘浮在冰冷的海水里。 场景非常凄惨。 威廉号被击沉后, 德国和苏联竟然很默契地都闭口不谈此事。 少有媒体报道这件事情。 主要是当时纳粹德国方面不想对外伸张, 因为在威廉号被击沉后的第十天夜里, 德军的另一艘被用作武装运输船的斯本图号, 再次被速军艇炸、 耶利山大指挥的S-13潜艇击沉了, 导致船上搭载的5200名士兵和难民, 只有650人幸存。 这两件事相继发生在德军大撤退途中, 为了不让国家形象受损, 动摇军心和稳住民众, 不想闹得人尽皆知的德国只能闭口不谈了。 而苏联方面在相继集中了这么大脸苏船之后, 也保持了沉默。 一方面是因为苏军艇长亚历山大的名声不太好, 刚因为喝花酒被军事法庭审判过, 为了将功补过才去干活的。 之后他又因为犯错被要求退出苏联海军, 人设比较尴尬,不好大肆宣传。 另一方面,当时很多德国人都认为, 苏联犯下了滥杀无辜的战争罪, 因为威廉号上搭载的乘客, 绝大部分都是逃难的老弱妇孺。 但苏联人却认为, 自己并没有做错, 他们继承的是一艘纳粹的舰艇。 据调查显示, 威廉号身份多变, 他在被继承时, 船体颜色是标准的海军灰。 当时船上还安装了武器, 三个105毫米的高射炮和八个20毫米的防空大炮。 不仅如此, 船上还有一千多名德国士兵。 苏联虽然说的是振振有词, 但毕竟伤其无辜也是事实。 丧生的平民如此之多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所以为了避免被国际社会声讨, 干脆也就保持沉默了。 后来德国成立了一个海军调查委员会, 专门调查威廉号沉默事件, 船上的四名船长都安然无恙地活了下来。 但不知为何, 调查只针对潜艇训练师的指挥官, 威廉·扎恩进行。 三个月后, 随着纳粹德国战败, 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事的结束, 扎恩的罪责一直没有被确定, 调查也就不了了之了。 战云二战时期, 威廉号的沉默并不是个例, 像苏联医疗船亚美尼亚号, 从克里米亚撤离平民和受伤士兵时, 被德国飞机击沉了。 当时船就被炸成了两截, 不到四分钟的时间就沉没海底, 据估计至少有五千至七千人瞬间丧身, 只有八名幸存者。 苏联亚美尼亚号上的遇难者人数, 仅次于威廉号和格亚号, 而格亚号也是一艘被标记为医疗船的船只。 它同样是德国在汉尼拔撤退行动中, 被苏联潜艇继承的, 导致搭载的七千多人, 只有183人幸存。 再加上, 纳粹德国在战争期间犯下的诸多暴行, 饱受战争摧残和蹂躏的人们, 对德国人那是恨之入骨。 所以即使其他国家知道这件事, 可能是历史上死难者最多的海难, 但也不想借题发挥为德国人说好话。 他们不希望给人留下一种 德国人也是受害者的形象。 因此, 威廉号沉船事件很少被媒体报道, 知道的人也就很少。 2002年, 曾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 德国作家君特·威廉·格拉斯, 出版了以该事件为背景的小说, 这才让威廉号沉默事件广为人知。 格拉斯再次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 我创作《卸行》的其中一个原因, 是因为不满一些德国人的言论。 他们说, 威廉号这起惨剧是战争罪行, 其实并非如此, 它是可怕的, 但它是战争的结果, 是战争可怕的结果。 威廉号沉船的位置, 现在在波兰的航海图上被标注为 第73号障碍5, 并被列为战争坟墓。 为了保护船上的财产, 和沉船周围的海洋环境, 波兰格丁尼亚海事局发出禁令, 禁止民众在沉船四周500米的范围内潜水, 不过还是有残骸被打捞了上来, 比如船上的这个钟, 还曾在海鲜餐厅当过装饰品。 而苏军艇长亚历山大从海军退伍之后, 于1963年因病去世, 享年50岁。 在他去世27年后, 苏联追求他苏联英雄的荣誉称号, 从战绩上看, 他是苏联英雄。 从结果来看, 这次攻击近乎屠杀, 造成了大量平民伤亡也是事实。 但话说回来, 大西洋底被纳粹德国屠入的冤魂又岂是少数? 一将功臣万古枯, 战争中最大的受害者还是普通百姓, 铭记历史, 珍爱和平。 好了, 以上就是威廉古斯特洛夫号沉默事节。 如果你喜欢看我的影片, 可以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的下一次更新了。 那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